在自端南町的消息 端南町公署正出到环保署 拔尖行计划 达到4700万的经费保障 基督東町公署提拔 550万金顿交端息 足夕公中的环境 未来创临第一帅 麦岛林理科医生和端南町 一期二期 搭着端南町 迎賓重要的南边问候 原本十套中心的公中 已经正当完毕 工人以秋冬的方式 用针头一台一台听不好 初代原本重乱 方法创严重的地面 这就是为在第一帅 拔尼岛林理科医生附近的 照端息公中 工程主軸是希望 把它还原到 比较光亮的一面 然后可以让人感受到 宗教的庄严 也可以感受到 我们在地文化的美学 经过了解 拔尼岛照端息 过去是全台八大兵市 有200多年的历史 不过因为管理委员会 新闻已经不下 帝宿照端息 没人管理博禄 为主动来订公司 进出环保室 拔尖行计划 103年7月份 由店中文金如 请出率领公司团队 向环保室新闸委员报告 成功进出环保室 4700万经费 其中550万经费 精顿照端息就比困境 包括照端息公中精顿 陈森里生态池 所以在去年 我们对环保室 进出这个 拔尖行计划 4700万里面 我们就拨了 大概有550万 希望可以把 招庆寺 包括前面的庙城 还有生态池 整个这个 连接外环的步道 可以做起来 我们主要就是希望说 套柜整件 招庆寺的外围 可以未来 继续 结合我们临近 像我们的师弟 一期二期 又包括我们的台义线 麦达林这边 成为一个很重要 我们招庆寺 可以发展观光的 一个南门户 所以 除了这样以外 我们希望 整个整建起来之后 可以结合社区一起 把这个生态 跟历史文化 做一个很好的结合 招庆寺表示 招庆寺公中 旧比环境改善 并这条10第5公庆 将定期的年代 整完工 而且连接到 连接台三路边 临近麦达林 与招庆寺 招庆寺一期 立即失地 未来招联行为 招庆寺的 来问好 这盘交庆寺 会好过期的方法 这一心空谣 向招庆寺 招庆寺 招庆寺